就是我们每一刻都是在学习的 就像包括像您 您说你已经女儿29岁了 那你还是他的爸爸 对吧 虽然他已经成年了 但是你说你以前当过一个29岁女孩的爸爸 你也没有当过 你还是要学是不是 你要君子你就马上找个君子 可是你总是老是要爱一个浪子 山上看月亮星星 喝酒听音乐跳舞等等 甜言蜜语 然后一节的婚后 在很努力的把一个浪子 转型为一个君子 你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男人吗 Please be a feminist 请做一个女性主义者 欢迎收听言中花束 这是一档由意大利薛食品牌Jada和全程媒体Toddler联合播出的博客栏目 在这里呢 我们针对不同行业的女性话题进行真诚而自由的讨论 我们来探讨人生阶段里面所非常独特的挑战和经验 我是第二季教育板块的主持人马家辉 亲近的朋友叫我马叔 最好不要叫我马博士 因为这个年头路上博士太多了 所以叫我马叔比较独特 这是第七到九集 我们当然一如自往 邀请成功女性 非常独特生命经验 对于世界的事情 人跟世界的关系 很有独特创建的女性 来一起来对话聊天 那这一季呢 我们就主要聚焦 集中在跟教育有关的 教育行业里面的女性 我们邀请了一堵教育公众号 奴隶社会的联合创始人 李一洛 哈喽 一洛 你好 马博士好 还叫马博士 你故意的吗 那当然的 你叫马博士 我就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 马作家 马作家 马作家也可以 好了 那我来介绍李一洛 18岁 18岁多么美好的年华 那一年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李一洛 去进入了清华大学 读生物系 然后呢 后来毕业了 就拿了全额的奖学金 去美国 继续读书 UCLA 读分子生物博士 所以呢 你叫我马博士 我一定叫你李博士 让你觉得不太自在 对不对 分子生物听起来太神秘的东西 那那个希望你可以改造我分子的部分 改造我生物的部分 你是坏分子 已经不可以改造了 太可怕了 可是你要感谢我 我是一个坏分子 没有我的坏怎么显得你的 的确是 好 那个伊洛 李伊洛 后来在UCLA 然后就毕业了 四年拿到博士 非常优秀 那然后之后呢 就出来工作了 28岁 进入顾问公司 McKenzie 然后本来应该分子生物学博士嘛 应该以后一辈子工作 就是穿着白袍啊 带着玻璃眼镜啊 在lab 在实验室里面 就是这样工作 结果他每天穿着应该非常正式的套装 回去上班 还有全世界也去开会啦 做项目 六年后呢 就在公司成为全球的合伙人 然后呢 在四年后呢 就进入了Bill Gates基金会 成为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目前呢 刚才也说了 伊洛是一土教育 还有自媒体奴隶社会的联合创始人 还有今年啊 恭喜你啊 你那个新书出版 力量从哪里来 就还有一个经常会 大家谈到伊洛成功旅行 然后再谈 哎 他是三个小孩的妈 母亲 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身份 不容易了 坚固 而且都做得好 等一下我们好好谈 好了 伊洛 开场白 讲完了 听得高兴吗 被坏分子讲一遍 当然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我想从一句话来聊起吧 像在伊洛的新书 力量从哪里来 特别谈到你说你的姥姥 你们说姥姥 我们南方叫外婆外祖母 那我在书里面看你提到你姥姥 那个强大的生命力 退休之后再去国画 还有进行学德语 还有你母亲武器失业 然后又遭遇各种的生活里的挑战 其实这个部分对你是不是你的很重要的因呢 是的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 但是这个可能是 我觉得我可能得到40岁以后才意识到它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人呢 总是经历这个一个历程 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因为我了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努力啊 是因为我聪明啊 我能干啊 但是后来才会意识到 其实有很多因是在你的家庭里面的 然后这个哪怕不是在我们自己家庭里发生的 其实一个时代的烙印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是有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到40岁之后 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当然最直接的是自己的家庭 就像讲的 我觉得我姥姥啊 我妈妈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能不能具体讲一下 你姥姥跟你母亲 对你的关键的影响 能够让你从那时候带到你30岁40岁 甚至以后的时间 其实就是我觉得 我姥姥和妈妈的身上都是带着极大的现代性的 是 就是虽然比方说我姥姥是1920几年生人 是吧 你现在看按时代来讲 她是没有现代性的 但她小时候不就讲 她那时候想去上学吗 是吧 然后那个她的爸爸不让她上学 因为那时候女孩子不能上学 她就知道他们村里面有一个司书先生在教大家认字 她就去 她就去学 学了以后呢 就被她爸爸发现了嘛 然后她就在她的口袋里面 有一个 一个纸条上面写 是她写的字 她就给她爸爸看嘛 看了之后 当然肯定其实是很惊讶的 竟然会写字 然后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先生是男的还是女的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 如果是个男是个女的先生 那就那就可以是吧 男的先生那就男女受受不亲嘛 然后那先生肯定是个男的了 然后我姥姥马上就想了想 就撒了个谎说是女的 然后呢 两个人就算是心照不宣吧 其实我觉得我姥姥姥的爸爸肯定也知道 不可能 但是呢 既然你这么说 大家好下台 其实你姥姥 我好奇你姥姥知不知道她爸爸 其实心里也有素 我觉得可能也知道 所以说 对啊 所以所以我 在我听来 这样很动人的故事 不仅在于你姥姥 要争取学习 而是那种勇气 然后所以你刚一落 你提到说 可能到40岁后 你才回想说 可能姥姥啊 家庭母亲的影响 是不是因为你也当了长辈一段日子 生了三个小孩呢 自己也面对 如何把一些你相信的信念 believe 你的价值观 value 给小孩 跟你自己成为母亲 上面下面 就跟这个的关系如何 嗯 对 有很大的关系 哎呀 您还是非常有洞见 为什么在40岁之后 我说我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呢 我其实认识到了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 就是说 做什么 就四岁之前 更多是你认为 他们做了什么 对你有影响 然后到了40岁之后 你开始意识到是 他们没有做什么 对你也有影响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特别appreciate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妈妈 包括我姥姥 我在书里也写了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对我 就是从来没有说 你要好好学习啊 你要考最好的大学啊 从来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 我姥姥最大的口头禅就是 哎呀 这个作业没做完 那就是老师的错 为什么不值这么多作业 哎呦 这么好的姥姥 他每次 对因为我那时候到 每次暑假寒假 都是在我姥姥家过 然后呢 就要 那时候在学校里 都要写好多作业嘛 一本 我们的 就一本书叫做寒假作业 一本书叫做暑假作业 哎呀 那时候每次看就很头疼 哎呀 好歹放个假 还要写那个东西 然后呢 就总是不爱写嘛 那不爱写呢 我就到最后 哎呀 马上就开学 还有一个星期了 天天写 天天写 然后那个 然后每次我姥姥就坐在那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那时候 我姥姥有个小院子 那上面有个葡萄架 我们就坐在那边 暑假嘛 在坐在葡萄架下面 他就会端一盆 水果 然后呢 拿一个蒲扇 给我扇着扇子 然后端水果 然后边写 边看我写边骂 说老师 不值这么多作业 真讨厌 然后从来也没有说过 说是 哎呀 你怎么不早开始写 你为什么不计划好你的时间 所以呢 我就开始意识到 我说 哦 他们能做到这些 他们不催我 就是他们不去 在我身上找问题 这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做到 那一路 我们这档节目 希望你小孩别听到 听到他就问你了 下午下回你吹他们 他说 妈 你想一下你姥姥 怎么样对你 你为什么不能学习 对吧 我就说你妈妈比较差 对吧 不如姥姥好 也不能给他们看到你的书 不然他们就拿来质问你 是的 我就下不来台了 反驳你了 那对 那当然是开玩笑 可是正经的说 我还是经常啊 以前会散出一些片段 我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后悔 不应该这样凶他 我很难过的 难过的 你别看我年纪大的男人 男儿有泪经常谈 我经常哭 一想到我就眼睛的泛红 那你呢 你想到你三个小孩 带着他们成长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里面的困难挫败的故事吗 哎呀 好多呀 我觉得我跟我儿子 就这方面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儿子现在十二岁最大的一个 然后呢 他就经常给我特别那个 特别尖锐的批评 他就说 因为我有时候会生气嘛 对吧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妈妈 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们讲 这个生气是不对的 但是每次你生气的时候 你就都是对的 以此之矛攻此之对 我就哑口无言嘛 对吧 我就说 哎呀是啊就是 我那个小女儿还讲了一次 也特别有意思 他说妈妈 你知道你跟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最希望有这个三件事情发生 他说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在跟我们生气的时候 有人给你打电话 然后呢 你一接起电话来 你马上就变了一个人 哈喽 很温柔 特别有礼貌 特别有温柔 对吧 他说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比方说这个姥姥叫你 或者就是有人叫你 就是get distracted 对吧 然后呢 你就不得不去处理一个什么事情 这是第二个 他说这第三个呢 就是你自己意识到了 你有这个 意识到你需要有inner peace 这是他们看那个功夫熊猫之后 就记住了这句话 他说但是 他说第三件事发生的可能性太小了 所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前两件事情 哎呦太聪明不好应付了 我看你做过这么多的团队领导的工作 这个妈妈的刚位 最难的 最最最最最困难 你没办法被小个把小孩fire炒鱿鱼啊 对的呀 没说哎小孩你去那个hr那边去清算一下你的工资啊 然后收一收东西走 出门右转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就说我就觉得你才意识到 就是在孩子的眼里面你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形象 对吧 就是比方接电话啊 你本来在这儿冲着我大喊啊突然有个电话来了 你马上就变脸了对吧 那当时你怎么样回应呢 就是我的回应都是当时愣了一下嘛 然后突然就会觉得就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不知道怎么回应 然后就蛮高兴的 我就其实觉得我说你们说的真对啊 做的非常好啊 我就我就还是蛮可笑的 就是当时笑我自己了 也就是笑一笑了也就过去了 然后后来大家会觉得have fun with it 就是互相指出这个自己的这个虚假之处 变成一个家庭里面很容易做的事情吧 嗯很有意思 我的感觉说作为父母亲啊 也是在过程里面是个自我教育啊 自我成长 整个体验很重要了 你不成长你跟不向小孩的步伐 我有一次我忘记什么理由了 就是我女儿跟我說 她那时候大概十四五岁吧 她说I love you but I don't like you 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我扔住了 那我心里当然一股酸嘛 很凄凉啊 那我就自我修正了 那我不仅希望我女儿爱我 我希望她喜欢我 作为喜欢我的能力啦 喜欢我的对她的种种的表现 还有一次我带她在书店 然后突然拿着一本英文书 然后给我看那封面 结果我一看那书名是什么呢 大概是说 假如你要对女儿好 想对女儿好 你就对她妈妈也要好 OK 那是提醒吗 还是谴责 是不是在她眼中看 我对她母亲不太好 当然她也没看到她母亲对我不好的一面 人间是公道的 那肯定是你活该那个 对我我没 无话说 女性要帮女性说话 那是对的 我们女性的力量 supporting 那这个所以你同意吗 带小孩教育 亲戚教育 是一个自我成长的历程 对 我其实刚刚写完一张 因为我现在在写我的一本新书 就是讲家庭教育的嘛 我就说其实 我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过程 我就说孩子的存在可以 我叫做全方位无死角的折射出你的丑陋 所以呢 那就是只不过在我们可能没孩子的时候 因为我可以选择跟谁交朋友啊 我可以选择在公共场合说什么话呀 对吧 那我是可以选择的 那你跟孩子在一起 你是没法选择的 就如果就是在你和孩子关起门来之后 在家里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说我们因为是这个自我完成之旅 我说为什么养孩子这件事情这么难 我说并不是因为孩子有多难搞 我们一般说 哎呀孩子很难搞 所以想孩子很难 不是的 就是如果我们理解养孩子是一个自我完成之旅 那它之所以难 就是因为你离着自我完成还差得很远 我有一个很很厉害的反驳 我觉得我因为我我我我儿子 我儿子那时候也是成天批评我 说这个说妈妈 我记得是可能十岁了吧 还不是十一岁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妈妈你都当了那一次十年 十一年的妈妈了 为什么还这么差 然后呢 哎呦 太直白了 但后来我马上哈 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冰雪聪明如我 马上反驳了一句 我说我说但是我这是第一年第一次当一个十一岁男孩的妈妈 对不对 当然都是强词夺理了 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每一课都是在学习的 就像包括像您 您说你已经啊 女儿二十九岁了 那你还是他的爸爸 对吧 虽然他已经成年了 但是你说你你以前当过一个二十九岁女孩的爸爸吗 你也没有当过啊 你还是要学嘛 是不是 是是是 那讲到家庭教育哈 我对一个话题也特别感兴趣啊 因为现代社会啊 你刚才也说现代性啊 你老老觉得很现代 现代社会里面经常看到一个现象 很多不同类型的家庭形态 单亲母亲 单亲父亲 单亲家庭 离婚家庭啊 很多啊 像以前我女儿读书的时候啊 像初中啊 我女儿搬上四十个同学 有二十五个家庭性离了婚 很奇怪 可能我女儿读了学校叫做离婚学校 离婚家 离婚子女学校比例很高啊 那你觉得呢 你怎么看啊 单亲家庭啊 假如单亲家庭 我们集中在谈女性女性的力量啊 因为在不同的家庭里面 女性可以展现不同的力量啊 在单亲家庭的女性啊 你会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啊 对我首先觉得这个单亲家庭 这个词呢 让大家觉得它似乎是一个例外 而不是一个正常的 但实际上 林和老师有过一个观点 会讲话 他是讲社会学的嘛 他就这话叫做婚姻制度终将消亡 对吧 虽然当时大家会觉得哇 这个观点似乎非常的可怕 但他讲啊 他说现在 结婚的里面 离婚率已经超过50%了 那剩下还有没结婚的 所以从现在真正的生活状态来讲 就是这种 非婚的状态 那肯定是主流状态 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它不是个例外 就是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面 总是还有这么一个 就是stereotype 一个固有形象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固有形象 总是执着的认为 主流是这样的 其实你看数据 哪里的数据 包括中国的数据 美国的数据 欧洲的数据 早就不是这样的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家庭里面的 我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执念 就是认为所谓只有完整的家庭 才能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吧 就是似乎完整 等于幸福 等于好的教育 但其实这里面 这个等式是不一定存在的 你两个人没有离婚 每天在家里打架 那对孩子就有好的影响吗 是不是 如果你这个 就算是好像 大家都非常对孩子的教育上心 但是夫妻两个之间 并没有真正的这种默契和和谐 那就就算把孩子送到了最好的学校 他就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吗 这个真相其实就是说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真的以孩子为起点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一个接纳的包容的 有爱的支持性的环境 那这个环境 如果是两个人提供很好 如果是十个人提供更好 如果是一个人提供也很好 如果你看他的真相 真实的东西 实际上是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 给孩子提供这样的一种环境 这个环境都不是物理环境 是一种心理环境 对吧 那个心理环境 你哪怕家图四壁 你和一个爱你的人在一起 一个能够支持孩子的人在一起 那他的感受也是非常富足的 当然我不是说幸福的家庭不好 当然更好 只是说如果万一没有workout的话 那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 也是你可以选择让他变成一个 并不糟糕 或者甚至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教育环境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没错 一若你刚提到直面真相 这个我们要看清楚 然后才能才能面对 才能处理 那我就想到你在书里面不断强调的重点 不要不敢 要敢 不要等待皇冠加冕 不要很多女性 其实I have to tell you 男性也是 等待皇冠加冕 我就不会的 我永远就会自我夸赞 有点像你 你说冰雪聪明 如我 我就说高大英俊如我 自己先给自己加冕 而且我还经常抱怨别人称赞我不够 要自我称赞 不能坐着等待提供幸福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女性的力量 特别成熟两个字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界定的标准 因为成熟在我看来一个界定的标准 就是你看清楚 明白自己能做 还有能力做不到的地方 甚至更进一步说 你一直以为你应该去做 当然必须要做的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是需要这样做的 说到这里 就正好说说我们的这一档播客节目 我们第二季最后一个板块的三集 我们来集中谈教育 从严重花束这个播客开播以来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档节目 和不同的成熟女性 一起来分享生命中不同的经验和故事 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播客节目 有一些新的领悟 哪怕是一点点的新的领悟 就可以打开多一扇窗 我们多了一个视角看世界 我们这一季已经做过许多期了 像有海青 谈中年女演员的自我认知 有沈亦菲 谈从学者到网红 这个角色转变的自我认知 还有鲁鱼 你只为谈电影创作者的女性力量等等 通过这些成熟女性的分享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女性的力量不是等待别人给你的 是要自我创造的 就像JADA品牌 一直传递的女性力量 就像讲门这档播客 严重花束 严实中绽放的花 柔软而坚强 我节目说一落 你肯定同意了吧 回到我们的跟你一落 谈的各种的话题教育 可是在教育以前 我还想多谈一点点 因为你刚讲了一个字 我每一次我有个软力 那个弱点也好 什么软的地方 一听到这个字 我就心跳一下 因为你刚讲到一个爱 你讲了有些夫妻 没有爱 何必 反而不好 爱这个字 我一听到爱这个字 心头老鹿乱撞 老鹿就跑来跑去了 那这个你一路走来 不管是你还是你的观察 你的朋友 你的阅读告诉你 爱情最值得期待 是哪个部分 我觉得爱这个词是 有多重含义的词吧 人的认知也是对爱 是一个从很相对比较狭义的爱情观 到一个更广的一个爱的过程 人总是有叫做复杂性 神秘性和不可知性 所以呢 我觉得能够发现 或者是体验爱情最好的状态 就是不要去想太多 你会发现当你没有期待的时候 也许爱情是最好的爱情 对吧 很多我觉得像婚姻关系 最终有很多爱是变成亲情了嘛 对吧 那些生活可能就是非常多的杂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能够感受幸福 我觉得这是一种 就是到了或者爱的第二个层次了吧 就它不是一个荷尔蒙驱动的爱 它也没有那么多复杂性和不可知性 它非常可知 然后再往远处一点 讲最大的爱 这肯定是最值得讨论的问题 可能是现在 我自己也是觉得 可能到了我今年45岁了 是吧 我想可能也是到了 40到45岁之间 我才开始意识到 这种所谓的博爱是什么意思 我最近在我的那个 做的工作坊里面 然后我在读一本书 跟大家读叫How to Fight How to Fight这本书是 一行禅师写的 它当然核心的意思 就是是讲compassion 它就说 比方说它里面很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人让你生气 对吧 对你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它说呢 你这时候很大的感受 你就是 你马上的感受就是 我要Fight back 对吧 但是呢 其实你要真的去这样做了呢 你会发现它是与世无补的 它不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 你也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你也 它可能问题还在那儿 然后最终你们两个人 两败俱伤 它说你唯一的转化 就是How to Fight 这个时候你怎么Fight 它就是 它是你要做这个转化 你要看到 就是这个去攻击你的人 这个去伤害你的人 它实际上也是 它有Suffering 对吧 它有Deep Suffering 就它有它无法消化的苦难 所以它才没有办法 它似乎没有选择 在它的世界里面 它才只能用这样敌意的方法 去对待你 这件话说起来呢 你原来听也听得懂 觉得好像是听得懂 那不就是 是吧 叫什么爱你的敌人吗 但是呢 我觉得到后来 我才理解 是的 你会看到 就是能够去爱这种人 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的 它对我们自己的 内在的capacity 是有很大的要求的 对吧 如果你因为你 你内在容量不够的话 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对 回到我们现实生活 个人的里面呢 我记得有个名人 说过这样的话 我很喜欢 他说爱很容易 可是维持困难 维持爱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这样子 那个名人就是叫马家辉 这是我说的 我蛮喜欢这句话的 维持爱才是困难 那维持到最后呢 我们以为在维持爱呢 其实我们在维持什么 维持那种角色 身份 或是勉强身份 而你是我男朋友 所以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只能做什么什么 你是我太太 你不能做什么什么 极准做什么什么 你再怎么努力 最后维持到的 就是那个角色 那个role 那个身份 而不是 而你就忘记了那个关系 真正让我们感觉舒服 幸福快乐的 值得付出的 是那种好的关系 不是那身份 我不晓得 伊洛同意 我非常同意 那这个很难 这个非常难 真的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还有里面很多的 又回到我常说的记忆 技术跟艺术的部分 我记得以前有过 比我大几岁的男性朋友 其实告诉我一个事情 他说你要两个人的关系 他说是男女的关系 就要这样想 与其不断找新的人去重复 做旧的事情 你做过的 不如you try 你试一下 跟旧的人做新的事情 哪种幸福感 因为你们做新的事 你体会到双方的成长 双方的转化 那你那种新鲜感 才是让你爱情维持上来的 一个方法 我不晓得 易诺 这方面的体验如何 其实是这个新和旧 它都是一个 也是一个像嘛 对吗 如果我们就是 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好像80天 你身上所有的细胞 都是会换一遍的 所以就算是这个旧人 他也是个新人 因为我在做 我线上的社区 我跟大家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 也是某个名人说的 这个名人就叫李一诺 对对对 就是说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说每个人 是不是都想过 我能不能 be somebody else 对不对 做个梦 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其实you can do that everyday 你每天都可以 对吧 因为我在做 我线上的工作坊 我就跟他说 至少你在我这工作坊里面 在几个星期里面 也没有人认识你 对不对 然后呢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做那个人 你会发现这件事 其实并不难 那他最终的 他的困难在哪 在于 实际上是在于我们 是不是允许我们去这样 因为你认为 我这样的话 我家里人会怎么想 什么会怎么想 怎么怎么想 这其实没有什么 就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 他说我到了38岁那一年 他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说我突然意识到 我不想这样过了 然后呢 他说呢 但是在之前 我完全是没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 你想一个人 如果经历38岁 都可以做 其实没有那么难 所以我是觉得呢 就是这个是我争取 像从自己身上讲 对吧 你不能说总是希望 你周围的人去改变 那如果我自己可以不一样 那肯定 那对别人的不一样 它不是一种要求 而是说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他 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人 包括我们自己和对方 或者是什么的话 那都是新人 就我们认为不变和旧这件事情 它才是一个虚妄之项 就它才是个妄念 一诺讲刚才有几句话 特别有权威力跟公信力 你讲到皮肤80天换一遍 然后身体怎么每天四包改变 是个新人 所以我马上等一下跟我太太说 你干嘛花那么多钱去做你负面膜 不需要了 一落说80天就自己会换了 对不对 这个很好的提醒 可以替我省下不小钱 OK 那我们现在从你说的38岁的女性朋友 转跑道 我就有一些关于女性 或者说男女性的问题 想跟你分享跟请教 OK 那我就谈到引起马苏的牢骚了 OK 那个当然我很高兴 任何人的转变 而且有这种勇气勇敢 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一落你在许多的你的书 还有许多的演讲里面也提到 女性我们不能假装没有现实的限制 结构性的限制 对吧 那那个各种机会平等上面的限制 现实的压力 舆论 期待等等 可是我经常觉得说 因为女性等于男性 有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经济基础 然后所以面对的机会跟困难都是不一样的 那在对某个阶层来说 比方说我们很笼统说 对中上层 professional 专业的女性 她有她的被不公道道的对待 困难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 好像她比同群体的男性 好像我这样说你不要骂我 大男人主义 就是那个好像多了一个退路了 进可攻退可守了 我出来工作 今天我的专业 法律也给我保障 男女平等 可是她又不做了 我突然不管是因为各种的考量家庭 小孩等等 我退下来回家 反正我专业 甚至在现实 我没有说这是好的 可是这是现实的 比方说我随便讲了 一位女士 她可能每个月的收入 三万美金 她通常找的伴侣配偶 不会低于三万的 五万六万七万 那通常往上望 那在这种背景里面呢 女性就可能某一个阶层的女性 进可攻退可守 我要回去 那男人呢 许多时候 也可能因为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了 就退不下来了 然后很多男性是没有朋友的 只有同事 我退下来 我没有了 没有人呢 孤立无援呢 不像很多女生懂得cultivate 懂得去栽培跟闺蜜 表达感情呢 分享呢 支持啊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呢 一位38岁的女性朋友 当然很勇敢去争取 换一个生命的跑道 可是是不是也 假如我在想一个38岁的男人 他换 我们就会说他 你不是勇敢 你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 甚至你38岁的男人 可能很多有家庭有小孩 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 请批判 我不批判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现实 我其实一直有这个观点 我说其实女性问题 并不是只有女性的问题 它是全社会的问题 女性问题处理不好 大家都是受害者 女性是男性也是 因为我们有对女性的结构性的限制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那它的反面就是 我们对男性也有 就是至少是这种固定印象的假设 主要是男性就出去挣钱养家呀 男性就要必须有社会地位呀 然后如果一个男性 每天去接孩子送孩子 他可能就会受到很多邻居 或者社区里的非议呀 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 我就总讲 我说其实女性问题本身 它不是一个性别的问题 它是一个关于社会公平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 它缺乏公平机制的时候 社会里面所有的参与者 他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核心问题 所以您说的很对 我觉得其实对男性也有非常多的 就是他也是有一个固定的竞技场的 那这个竞技场也是他不能选的 当然他的竞技场 比女性竞技场要大的多 这也是现实 那他能够去参与的 他或者他的限制要少很多 但他毕竟是一个限制 所以我是觉得从这角度来讲 为什么说应该不仅是女性 更多的是男性也应该出来 推动社会公平和女性的平等 因为大家都会是受益者 没错没错 我一直这么说的 就是那个 你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男人吗 Please be a feminist 请做一个女性主义者 你让女性有个被公平的对待的环境 跟期待 那其实男人的理业比较记载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句话 说没有一个小男孩的愿望 会是长大后拥有一个房子的 OK 我们可是你长大后来就会被期待 你没有房子 我怎么把留学交给你 这句话令我听起来蛮 看起来蛮心酸的 因为小孩 小男孩 我要做英雄 奥游四海 甚至在不一定是好的 社会环境里面 男孩的梦想是长大后 做一个浪子 OK 结果原来你长大后的责任 就要买得起一个房子 那当然假如你问到 为什么女孩会期待 你没有房子 我不能嫁给你 也很多现实的压力了 在女生身上 这样子 不 女性问题 不仅是女人的问题 非常同意 那我刚也提到浪子 我很喜欢一句话 那你猜得到是谁说的 猜不到 我知道 猜不到 是一个宇宙无敌小说家说的 那个姓马的 好了 他那个那句话是说 哎呀 很多女生嘛 就总是爱浪子 要把她变成君子 你要君子 你就马上找个君子吗 可是你总是老是要爱一个浪子 山顶山上 看月亮星星 喝酒 听音乐跳舞等等 甜言蜜语 然后一节的婚后 或者说 在很努力的把一个浪子 转型为一个君子 那不晓得你同意这个名作家的 这个说法吗 那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样 叫你女儿 不要这样做 你最好 家里有个君子 外面有个浪子 你不会这样做吗 哎我就要这样做 这就是我的建议啊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 我后对我女儿 就是她 她真的是随便 而且我觉得 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女性说 哎我以后的经济就靠你了 你要给我买房子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我说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感受 第一个就是 我是不够好 能够赚到钱买到房子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的饮食取居 我有一个房子住 是要依靠另外一个人的 那你其实从经济上到人格上 你都是很难独立的 当然我知道有些家庭 或者我们的因为各种原因 那可能不得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说起点 就是这是我的目标 我觉得目标就是 我能买得起房子 我能挣得起钱 对吧 我如果跟一个人结婚 想跟他生活 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当然我们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会不食人间烟火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浪子是君子都无所谓 你只要愿意跟他生活 然后呢 你在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不想跟他生活了 那你只要能够有比较合理的安排 你去找一个其他人 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对 我要是跟我女儿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浪子君子最好兼得 然后呢 两个都有 最好是两个都可以养得起 不错 不错 那个很开阔 很开放的那个思维 那那个可是话说回来 比方对一个小女孩 我年轻的女生 他可能跟你说 我也懂啊 我不要别人养 不要靠别人 我要独立 这就要说回来 你也强调了 现实结构性的限制 比方说他到职场里面 他发现 哎呀 好的岗位 好像领导 那些机会 都是男性占优势的 那我占不到啊 我看起来 我也明白 我不要别人养 可是很快的 这我觉得太累了 那假如除了说提醒女性 要努力 要独立之外 你对于年轻女性 你觉得比方说 有一位成熟的 事业有成的女性 他除了自己生活 经济方面蛮妥当 妥善来安排好 他想帮助年轻女性 做一些事情 除了给她们提醒 除了写书以外 她还能 现实上面能够做什么呢 或是说应该做什么呢 其实现实上最好 就是给钱啊 因为很有意思啊 因为最近我跟那个 那本书叫Invisible Women 然后那个 那本书的作者 叫康宾静女性 我跟她有个对谈 因为她的书 也翻译成中文了 然后她书里面 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 她就讲 其实你刚才讲的 那种例子呢 就是哎呀 我是个年轻女性 我在发现很多职位 都被男性占掉了 我的这个生殖 好像没有希望 这其实只是一类 最惨的是 你有了孩子以后 当你有了孩子以后 你会发现 你当成为一个妈妈 你再去到职场 那其实社会对你是 双重不接纳的 因为第一个 你自己的时间上 对吧 拥有孩子 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如果我要去上班 我就要把 要不然在家里请保姆 要不然把孩子送到外面 都是要花钱的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我一算我挣的钱 和我花的钱 还不一定能够互相抵消 有可能就抵消掉了 那还不如我来花时间 做到这个 然后另外 就算是你有能力 我把阿姨请到家里来 或者是我把孩子送出去 那你作为一个妈妈 你的 你也不是说 能够像一个 没有孩子的女性 或者是一个男性一样 那样全情投入的 因为你 孩子毕竟有要求 你是他的妈妈 你不是说 孩子生出来 就不是你的了 对吧 你花钱把它外包出去了 那你自己的身体上 你的什么也是有很大要求 所以其实对有孩子的女性 是更难的 所以呢 他那个树里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 他就说是德国有一个 得了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 然后呢 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他这个基金会干什么呢 他就是看到这些 在学术界 享有建树的女性 有了孩子以后 那这是有数据的 所以我在学术界是 学术界其实男女最不平等的 女性能够成为 就是tenured professor 就是这种终身教授 时间要长得多 几率要低得多 很多人因此不要孩子 或者是等等吧 很多女性 有这样 不得不这样的选择 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就非常棒 他那个基金会干什么呢 他就找这样 就特别有希望的女性 就给你钱 给你钱干什么呢 就是让你请人 在家里给你做这些 housework 家里的工作 家务活 你可以找人给你做饭 可以找人给你带孩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棒 所以我就是您讲 如果是真的是说 最直接的帮助 其实就是做这个 因为男性和女性 一个最大的区别 这是当然是在整体角度上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它有两类工作 如果是按工作的话 一类是 就是paid work 有钱证的工作 一类是unpaid work 没钱证的工作 没钱证的工作 里面就是家里 就家里这些事情 做饭啊 打扫卫生啊 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那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所有unpaid work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话 女性是做了75% OK 75%是女性做的 也就是说一个女性 平均是男性做的 unpaid work的两到三倍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second shift 就是所有的工作女性 你都得两班倒 所以这个unpaid work 它就是在任何大部分的 所有的社会里面 基本上就by default 就它的默认值 就是女性在做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基金会 很了不起 它就说 我给你人花钱 让你去给你做 你的这个unpaid work 这是最直接的帮助 其实说到底 就是说 这是我觉得是 全球女性都面临的 一种困境 就是一种 对女性的限制性 特别是成为妈妈以后 我觉得没成为妈妈的时候 还好一些 因为毕竟都是单身男性 单身女性 那当然是有一些性别歧视 但是毕竟在你的时间上 和精力上 没有那么大的 对女性的不公平 其实这些事情说到底 就是让基金会出来做这些事情 虽然有价值吧 但是也不应该是基金会做的 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政策 和公共资源 花在哪里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想 我那时候觉得 看的最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芬兰 芬兰是这样 芬兰就是如果你生了孩子 你把孩子送去 他们的幼儿园 都是很多公立幼儿园 对吧 你送去公立幼儿园 那当然就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决定说 我在家里面看孩子 那政府就会把 他在公立幼儿园 政府应该付的费用 变成现金付给妈妈 就是比方说 你就OK 你每个月不去送上幼儿园 那如果学费是280欧元 好像也很便宜的 他说我就把这个钱付给你 那实际上就是 因为财政的收入 就用这种方式 等于就在支付妈妈做的 这些没有报酬的工作 对吗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安排就很好 当然那个 我们刚也同意啊 不仅是女性问题 男女都是所有人的问题 像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呢 我说起来也蛮自豪的 一路 我读博士班的时候啊 每一个家庭基本上生了小孩嘛 年纪到了生了小孩 基本上都是女性 太太陪读嘛 我们叫陪着老公读书 在家里 每天24小时要家务 我带小孩 那我几乎是我们那个 自小留学生社群里面啊 自己再怎么辛苦 都把资源拿出来什么呢 每天请聘其他留学生的太太 韩国来的 来我家来帮忙 带小孩啊 来处理几个钟头家务啊 然后呢 那让我 因为我太太喜欢阅读 喜欢写作 喜欢看文艺片 不文艺的 她不看的 越闷的 她越要看的 就给她拉几个钟头 去做这个事情 那她的整个可以维持到 创造力啦 思想啦 情绪啦 各种 那我觉得 还有重点在于什么呢 绝对不是说 哎呀 马家辉你都伟大 这样支持老婆 而是倒过来呢 我是受医者 对 因为她没有 die at home 所谓死掉 不是生理上的死掉 是心灵上 精神上 她不断阅读 不断思考创造 然后她就变成 像你说 每天的新人啊 不仅是皮肤 八十天换一次那种 头脑心啊 那两个人的相处呢 越来越壮大了 越来越有幸福感 有味道 我觉得这很重要了 男人也可以做了 不仅是说成功 女性捐钱 男人就应该这样 那你面对的女性 才有趣啊 假如我们从传统观点来看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整天对着同一个女性 我觉得无聊啊 所以就换换换 你在怎么换 逻辑上 总有人比你身边的那个好啊 逻辑上 对不对 OK 假如你身边那个也不断壮大 你怎么会嫌弃她呢 倒过来你跟不上她的步伐 她嫌弃你啊 对不对 像我太太自从以前我说什么 她都说 对对对 她觉得不对 也不反驳我 自从她出了第一本书之后 而且卖得好 她就有了自我 就反驳我 成为女作家 就反驳我 她也很好 我觉得哎 不错了 哎 我太太是女作家 现在要变成女艺术家 画画的呢 哎 我觉得那种新的 那新的感觉 反对是她嫌弃我 好 所以女性 除了自逆 把记者上严重花束 这样 把力量 要绽放出来 也要记得也要尽力 尽一分力 去做那个各种的对别人的资源 大家的互相的往前走 我要回应一下您讲的 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您讲的第一个点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些事情真正的改变 一定要大家在公共空间做事情 包括你想法律 是吧 你有几个案例之后变成了新的立法 或者是说政策上面等等 就是特别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把女性问题 把它简化成一个 比方说中产阶级问题 或者是都市中产阶级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 带着一点这个颜色的问题 我们讲的是什么相貌的问题 什么 其实这都是对这个问题的窄化 就窄化成一个 似乎是一个娱乐话题 我们来讲讲女性问题 我们很多人就会 但是跟我讲 说我们认为没有女性问题 我们上海男人都是气管炎 那你还讲什么女性问题 我说这是完全混淆的 你这种办娱乐性的东西 当然有 对吧 你可以讲总有家庭和个例 但是咱们看所有的数据 这些年的数据 它就是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 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 那个点非常重要 包括基金会也好 或者是说在什么法律也好 或者最终其实都是希望 要推动政策的改变 因为政策是最大的公共工具 因为基金会 法律 说的不好听点 还是有大量的人 用个人的资源 在做公共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 它其实都是 力量讲底来的都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一些 示范性的作用 但是只有当它成为公共政策 它才有更大的变化 包括您讲说 如果有律师啊 法律啊 这也是的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他们就讲这个 比方说我们中国人都特别 特别迷信GDP 对吧 全世界都迷信 会认为GDP是个非常客观的数据 就是我们有一大堆数 它实际上 GDP里有巨大的主观性 比方说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核心 就是什么是创造价值的 就像您刚才讲的 大家会认为 我在外面如果生产出一双鞋 把鞋卖掉了 卖了100块钱 那就是100块钱的价值 那如果我在家里面 打扫卫生 打扫了一天 那没有买100块钱 那就没有价值 但这个定义是非常主观的 所以如果每个人 家里都不打扫卫生 没有人看孩子 老人病了 没有人照顾 这个社会一天就瘫痪了 对不对 所以它肯定是有 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他们在澳大利亚 做了一个simulation 把这些加起来 然后把它放在 现有的GDP数据里面 然后就说 如果我们排一排 对吧 然后它把它分了 比方说在 就是childcare 照顾孩子 还有healthwork 就是这种照顾健康 就是在家里面 做的跟健康相关的工作 只是这两类 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GDP里面 就发现在澳大利亚 现有他们最大的GDP的 portion是 叫financial industry 对吧 就是他们的金融行业 这两个加进去之后 这个金融行业 只能排第三 就是这两个都大于金融行业 都占到了GDP的20%左右 然后第二个我想回应 就是您说 您太太这个 我觉得也是 是非常有前瞻性 因为其实您是会 很会算账的 您是拿一个有价的东西 买了一个无价的东西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无价的东西 也是就像您太太的例子 也是转化成有价的东西了 对吧 她自己出了书也好 或者是因为您 你们两个美好的夫妻关系 你出了更多的小说也好 那其实这都是变成了钱啊 或者变成了价值 只不过她不是马上变现 对吧 她不是说 你今天把你太太送出去 扫大街 她挣了十块钱 好像这是她的价值 但她如果花了这个时间 在读书 那她读了十年之后 她出了一本书 她一下可能挣了一百万块钱 远远超过你都做十年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总是希望马上眼前就看到回报 但人生不是这样的 对吗 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鸡贼的人 我倒不能承认了 因为没想价格的问题 是价值的问题 因为你刚说到什么GDP的重新定义 加进这个排除那个 里面牵涉到definition 如何界定某些东西 如何界定什么是有价值 没价值 这些价值 时居其久久 是掌握在男性 说白了 有人说父权的定义里面 当他界定这个 只有有价格的东西 才能拉进去计算 然后再按照计算的结果 来安排公共资源 甚至这种所谓的男性的定义权利 还用在一些无形的东西 像什么呢 时间 什么叫父权对于时间的界定呢 那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有女性学子 就是说对于许多女性来说 时间有往前的面向 可是也有不断循环的面向 那受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受生理上面 女性 成年女性 有生理期 让你直接体会 每一个周期 重复来的事情 是从你身体来的 你要回应 要安顿 要处理 就影响女性的时间观 像我们刚讨论的提到说 困在家里 要做家庭事务 那家庭事务 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没有结束了 对不对 洗完一个碗 早餐 午餐 晚餐 宵夜 安顿 家庭清洁 那所以时间感 感觉的感 就是周围 扶死 扶死 这种对于时间的感受 时间的定义 是男性比较没有的 那所以就影响到 我们说什么是有价值的时间 什么是有偿的时间 什么是无偿的时间 那其实背后都有一套基于性别 生理上心理上面的不同的定义的权利 那从这个说回来 一落你说的对于时间的概念 我很受用了 因为一落主要提到说 你不喜欢时间管理这个词 你比较喜欢用什么时间关系 跟时间的关系 包括了一些层次 比方说 有一个层次可能就是时间的效能 好像都带你讲出理书的内容 好学生 应该楼给你来讲 谢谢您 你看 让我觉得这个太荣幸了 一个什么宇宙最帅 最能干的小说家 对我当时其实也是这些年的一个反思吧 我觉得一开始 我们现在讲到时间 其实实际上就是给时间要效能 是吧 其实这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工业社会 工业文明里面的产物 因为您刚才讲到男和女性的区别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是个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 就如果你是在农业社会 那你就会遵循规律 对不对 就是你不能着急 你不是说我今天起得特别早 我去把种都撒了 我就给别人收获得早 不是的 你时间不到 你撒种都是些无用功 浪费时间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在 这个在机械或者工厂时代 就是不这样 我早上起来八点钟开工 和早上五点钟开工 我产量就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它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我就说 其实我们所谓时间管理 是一个非常工业时代的产物 其实就是一个给时间要效能的产物 那我们就是 哎呀我们怎么样能够在 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大的产出 然后呢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在职场的一段时间都经历过 但这个东西有一个悖论 比方说如果马老师是我同事 他一小时做十件事 我一小时做二十件事 OK那如果又出来一个李二诺 对吧 一小时做一百件事 OK那怎么办呢 就这个东西有没有极限呢 那极限就是机器 那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像机器那样 那我们人是不是只有在壮年才有意义 那如果过了壮年 或者是小孩子或者老人 都需要被清除掉 对吧这其实就是很可怕的一种场景 我书里有个例子 就是我觉得那一直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我一个同事 他的孩子到十二个月还没有长牙 他就特别着急 对吧 然后就抱着孩子去看医生嘛 然后那个医生就就特别轻描淡写的说 说你到马路上看看 所有的成年人有一个没牙的吗 对 很有意思 对就是你不用着急 他不可能长不出来的 对吧 然后呢这样他回去等嘛 那当然就长出来了 生命是有他自己的价值的 是有他自己的节奏的 然后你这个节奏 你就得你只能follow 你只能跟着 你不可能do anything 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而且如果你做一些事情 就叫压描助长 对不对 然后最后可能会 反而会是悲剧性的结果 你把他牙给他拔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这个是这个阶段 然后后来后面的阶段就是会发现 就是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一个 它没有意义 就是我记得那个是 应该是新世界的那本书里面 有这个例子 就是他是那个 Eckhart Tolle写的 就是今天有一个时间机器 把我们传送到这个 这个六亿年以前 然后呢 你看到一个恐龙 如果你真在那儿 你就问他 What time it is 对吧 现在什么时间 他不可能告诉你 现在是公元前六亿 八十八千五百年 八百年 什么什么 某月某日 某天的极点 他不会跟你讲 对吧 他说the only answer 他唯一有可能的答案 就是说the time is now 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概念 公元多少多少年 什么月 什么日 什么点 实际上是 我们设计出来的一个 表达方式而已 那这个方式 只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 它有意义 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 对吧 就是如果是 讲到恐龙的那个时候 因为它不在你这个系统里面 也不理解你赋予它的意义 所以你就会说 它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 有意义的就是 那就是now the time is now 对吧 就是我们眼下经历的 这一个瞬间 是唯一的真实存在的瞬间 因为之前发生的事情 都是你记忆而已 之后发生的事情 没有发生 所以这时候就说 OK 就是最终时间 我们最好的状态 是跟时间合一的状态 也就是说 所谓的活在当下 其实它一点也不抽象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抽象 但实际上不抽象 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会发现 你突然又 也就回到刚才讲的 就是每一刻都是新的呀 它就是新的呀 它不是鸡汤 不是文艺 它就是 所以你如果想成为 一个不同的人 你下一秒就可以 对不对 就是你不需要 成道 我成道了 是的呀 我就感觉说 最值得我追求的 是时间里面的幸福感 当时间里面有幸福感呢 我称为岁月 不论的话就时间 你说它过去也好 或是说根本不存在也好 过去啦 你过去你也抓不到啊 可是只要我能够追求 或是说回想 或是说这一刻的体会 时间的幸福感呢 我觉得岁月没有过去 当你能够掌握时间的 跟他相处的关系呢 我觉得再回到少人也好 幸福感也好 都能够大大的提高了 那如何透过教育的 教育的行动 教育的制度 来传给下一代呢 等于是说 你一土教育的理念 还有目前的状况 是如何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 先讲什么目前状况吧 我们一土教育 是16年开始做的 所以今年6年了 然后现在是 还是有两个校区 在北京和广州 然后其实是 从最开始创立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 我其实是一直 没有全职参与的 因为最开始创立的时候 我在盖茨基金会 做我的那个首席代表嘛 然后后来 001年之后 我们现在 也搬回美国了 但是我先生一直在 一直在从头到尾 一直是他在 full time做 所以我就说 在一土这件事情上 I take more credit than I deserve 但是因为 因为我写东西嘛 然后好多我的观点 包括我讲 所以在理念宣传上 可能大家知道 我更多一点 所以现在还是 大概有三四百个孩子吧 我们一年 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到初中 一直 其实中间一直 还是非常 非常坎坷和困难的吧 因为 因为我总讲 我说教育的问题 其实 其实不是教育 本身能解决的 教育其实是 社会问题的 一个展现而已吧 所以呢 你在做教育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去面对 不仅是教育的问题 还有很多教育之外的问题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至少到现在 我们还在坚持吧 还是一直在做 然后第一届的孩子 也小学毕业了 也都非常的好 我们在 如果大家看 一图教育 这个公众号 有视频号什么 都会看到一些 孩子的样子 视频啊等等 然后呢 如果说回到 更深层次的问题 说 到底我们想传递什么 我觉得 就是如果非常 诚实的讲的话 我觉得 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也是一步一步深入的吧 最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 其实 其实想的也很简单 我觉得 就是我那时候 非常不喜欢的 一种 一种教育理论 就是把教育 把它路径化 就好像你要选一条路 这个路呢 是什么公立学校的路 或者是出国的路 或者什么国际教育的路 然后呢 似乎你必须得 在某个路上 而且三岁就得上 如果你没有上这条路 你就掉进了 路和路之间 就是万丈深渊 你就要掉进去 就是这种感受 我觉得这不对 我觉得 我说 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不就像生产线一样吗 对不对 那我们很早的时候 上个生产线 你就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好像18年 是一个生产过程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人生 没有必要活 我觉得 所以那时候最开始说 我们那么一条 中间的道路 就不要说 要不然我就 这个尊重儿童 就学不到东西 要不然我就 用这种所谓的 应试的方法 能够让他从小 就变成考试机器 我说这两个都有问题 对不对 我说你中间的 就是能不能有个中间路径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阶段 后来呢 我就又说 发现其实 如果去想实现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一个更大的 叫做视角来看教育 因为我们那时候 一想到教育 就是一个学校 或者是一个班级 一个老师 就是教育 后来你发现 其实不是的 就是教育 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 教育是一个社会体验 对孩子和对家庭 都是这样的 那它其实 你就得有一种 生态的观点去看教育 它是个小生态系统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 后来就提到了 叫三个同心员嘛 我说要对 对以儿童为中心的 这个教学现场 就是这种教室 然后呢 以教室为中心的学校 就是我们去支持教师 作为一个成人的 这样的一个 职业的需求 第三个 我说叫做 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 实际上是一个社区的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 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 但是在大陆的 这几十年里面 实际上这个社区 变成了一个 相对陌生的概念了 之前 比方向我成长的时候 那时候所谓的 改革开放初期 那时候大家都住在 家长都是住在单位 分的房子里面 对吧 你的家长跟 就我的爸爸妈妈的同事 都是住在一起的 那你其实就 天然有一个社区嘛 你回来之后可以 爸妈不在家 你随便去到别的 这个同事 他的叔叔阿姨家 都是认识的 那时候不觉得 有什么特殊 但后来想 其实这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社区 孩子的这个体验 它是一个 不仅仅是在学校 坐在那儿 四十分钟一节课 而是他整个生活体验 是个完整的体验 那后来你会发现 现在的大城市 那我就叫做 都是一个叫什么 就是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可能我们都在一个小区 但大家都是在 全国各地 买房子买进来的 对吧 特别像北京上海 这种地方 那你好像有几千人 在住 你也不认识他们 或者你认识他们 也是很萍水之交 也不会说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工作 什么的 所以就说 虽然看上去有很多人 但是这种社区感 是缺失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说一个学校 如果家长和学校的关系 如果变成一个 这种服务提供商 和服务购买者的关系 我说这种关系 对孩子是不健康的 他对教育是不健康的 我们应该是一种 社区的感觉 就大家都在一起 来共同构建 这样的一个场 所以这是第二个 后来到了第三层 我觉得认识可能 又更近一层 就是这些东西呢 之所以我觉得 意图对很多家长 蛮有吸引力的 就是我们在讲的 这些东西是 很多学校不讲的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浪费时间 对吧 我有时间还不如 告诉你 我的数学老师多厉害 我的科学课程多牛 我的英语是多么的老美教的 对吧 大部分的学校在宣传这些东西 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有市场 就是因为 我们会认为 教育里最重要的东西是 都是看得见的东西 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就是认为 比方说我看一个学校好不好 我看什么呢 我看他的校舍 是不是很高级 是不是有游泳池 对不对 或者我进去之后呢 我要看你的课程表 是排了这些课 然后你再给我看看 这些老师的简历 对不对 所以呢 似乎就这些东西 加起来都有 就等于好的教育 我就说 我们最开始讲到 我说这是真相吗 对吧 这就好像我们讲标签一样 他也不假 他也不是在撒谎 就好像你说 我是清华毕业的 那没错 我是清华毕业的 但是每年清华毕业几千人 那我跟他们有啥区别呢 都是因为我是清华毕业的吗 那不是假的 但是他不是全部 对吧 那我可以说 全部这件事情呢 是什么 你就会意识到 真的有一个人的 这个孩子的体验 我就后来就有一个 我有一个演讲 我就说教育里最重要的东西 都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有一个孩子 从一个公立学校转过来 他就讲了一个例子 我这个例子 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 而且他们的学校 是个很好的学校 他就说 他说哎呀 他说你知道 如果是在我们原来的学校 你们这样闹 老师呢就会说 你们几个闹的孩子 淘气的孩子 给我站到后面去 那后面呢有个垃圾桶 你们就站在垃圾桶的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就是垃圾 会说这种话 我说这是孩子自己 说出来的 对吧 就是 就是我就不知道 这种东西 你说家长知道吗 这一句话 可能对孩子 这一生会造成很大的 就是或者 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你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讲 你看说 哎 说我们没得选择 我说其实孩子 才是没有选择的 那个孩子 他没有选择 他不可能说 我的父母不好 我不要你当我父母了 他没有这个选择权 对吧 他也没有说 我的老师不好 我不要你当我老师了 在这时候呢 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对他的影响 是远远超过说 哎 这个说你是垃圾的 老师是什么什么 学校毕业的 这个有关系吗 没关系 对不对 他就是 他就说 就是这些东西 反而是更重要的 所以 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些 用世俗的话说 都是些处理不讨好的事情 你要说 我孩子跟 两个孩子打架了 然后今天 老师如果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跟孩子去处理这件事情 还是说 我老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教你做会了五刀数学题 对吧 那家长肯定觉得 那肯定做数学题 这个学校 还有分数可以打 对 但是我们知道 对一个孩子来讲 如果花这一个小时 跟他做处理纠纷 如何去解决矛盾 那他肯定是 终身受益的一件事情 对 听起来 不容易 等于你听起来 你们是三条 战线 对学生 然后对老师 然后家长 也要连接起来 听说你们 一途教育 也做了不同的活动 build up 社群 把家长 互相连接起来 就像英文说 it takes a village 整条村 然后来 才能栽培一个 网上走的小孩 所谓网上不一定是发大财 做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更美好的人 那希望你一途教育 能够困难里面继续开展 那有机会我在北京 那我去跟你们的同学们 同学不行了 我讲普通话 他们不一定听得懂 听得懂 还可以 跟老师家长分享一下 那一路 很高兴 我们今天谈的这么多 那你一组 作为一个 我们说成功女性 也三个小孩 你觉得 到你这个阶段 对你来说 生命最难的挑战在哪里 其实是一样的 跟你说的很像 但我觉得 我倒不要用跟自我和解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放下小我的过程 就是放下 因为你看 也不能叫放下自我 自我还是要有的 但是呢 我就讲 我说人不是有个小我 有个大我 对吧 就是大我实际上 每个人都有 就是这个无限我 因为我想人最终啊 您肯定会同意 我说人最终的追求是什么 所有的人 所有人最终的追求 其实是自由 liberty 对吧 我觉得只要是人 you want to be free 就是我们希望be free 就是为什么 大家可能不同的呈现形式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比方包括我们想要钱 想什么的 那我是因为 我们会认为 金钱会给我自由 我才想要钱 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钱越多 你会住在一个笼子里 那你不会想要钱的 那自由呢 这个就是大我 每个人都有这样 但是呢 人最大的悲剧 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反而经常成为 这些东西的囚徒 对吗 就是我会发现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就去为了我的一个名声啊 或者我的一个地位啊 一个认可啊 一部分钱啊 对吧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悖论 所以呢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大我是求自由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普世的 我觉得你只要是个人 就是求自由的 只不过可能我们对 到达自由的路径 有不同的认识 或者有不同的误解吧 但是呢 如果有了这个大我呢 那底下就有一个小我 小我就是这个 基于占有的我 对吧 就是这个 哎呀 害怕失去东西的我 所以其实 其实这个所谓的感 感是什么呢 感就是 当你放下小我 你就感了呀 我们什么时候不感 我们有很多小我的时候 我们就不感啊 对不对 啊 总觉得我说这句话 别人会怎么想啊 我做这件事情 别人会怎么看啊 我做这件事情 那谁在想 别人会怎么想 是这个小我 这个小我呢 总觉得我有一个image 这个image就是这个样的 对吧 我是 我是这么一个形象 我是这么一个人 比方说就像我那个 38岁的朋友 38岁改编 就是我38岁之前 我认为我就得是这样的 啊 所以呢 这是我小我的定义 我如果做不同的事情 那我的世界就 就就就就就 就四分五裂了 所以我不能做 啊 所以我们能够放下 这个东西的过程呢 你就会发现 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真的是求自由 啊 当然这个自由 它不是说我们要 在这个 不是人间烟火 我觉得就真正的自由 肯定是在生活中 求自由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放下其实没那么难 或者说我们这个 赶没有那么难 这个赶是每个人都赶的 只不过我们的小我 把它给堵住了 就是我总讲 我说 我说人就像一个 每个人 就是所谓异于常人的力量 它就像一个轻拳一样 对吧 就是拳眼 它就会往外冒的 你不需要说 我每天给它打气 或者我每天给它 用电通电 它才能冒 它就是在冒 那有的时候冒不出来 那你就是因为 你上面垒了好多石头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石头是什么呢 石头就是刚才那些恐惧 那些小我 对吧 那我们一层一层的放上去 所以其实人生的旅程 其实就是一个 首先要坚信 自己底下是有这个权眼的 每个人都有 这个之前早讲过了 这个佛祖早说过好多遍了 是吧 人自信具足 就是你够了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要把这个石头去拿走 拿走之后 那就是这种生命的状态 那这种 它自由奔涌的状态 那就是自由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经常记得 这个自由 然后又记得回到我们说 我有这个权眼 然后我就需要 每天做一些工作 看到这些石头 挪开这些石头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 都是可以有 异于常人的力量的 虽然这个事 在数学上不成立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为别人好 但是如果我们要借用这个词的话 那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吧 跟李一乐聊天 真的好像有看心理医生的效果 把我很多活水 你说这种源头出来 活水 鼓励出来 我一边听 一边在想 我59岁了 怎么办 还能改吗 还能改变吗 还能像你 80天就是个新人 那是皮肤 重点是皮肤 不是皮肤 没有 你刚才理解错了 80天是你身上 所有的细胞都要换一遍 所有细胞 对对对 它是人每天有 330个billion 就是3300亿的细胞会更新 相当于你全身细胞的 1%左右多一点 所以就是80到100天 你所有的细胞都会换一遍 所以你59岁 这个细胞还是在换的 好吧 其实你说的 我完全听不懂 什么几天 什么几个细胞 我很奇怪 我耳朵一听见数学数字 就屏蔽起来 不骗你 完全听不懂 反正我就听不懂 没关系 就像也像禅宗公案一样 徒弟去找师傅 师傅很简单 给他回答一个字 感 对不对 我要那个 听完一落讲 我就要感 感受 他今年出版的书里面 也有很多的 更有具体的交流 怎么样去做的练习 对吧 很多 好玩的小方法 好了 那我们感谢一落 那我现在看完心理医生了 心理舒坦了 力量无比 谢谢马博士 要叫马博士 马叔 马叔 OK 就属说 马爷 好听 好 感谢李一落 跟我们做那么深刻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下一集的播客 言中话术 我们再来对话 再来分享 感谢大家 感谢一落 再见 再见